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政治觉悟 我昨天讲金正日 我一开头 我就说我公布几条言论纪律 第一不能讽刺挖苦嘲笑 第二要尊重朝鲜人民的感情 第三是什么 我一时想不起来 不要怀疑别人政权的合法性 第四不要随便联系中国实际 你看 太好了说的 就当天 台湾的主播 这个姓梁的 而且他算主播是吗 他其实不能 主播的定义就是我们一般理解那样 但他这个主播的定义算头衔是这么上 可是跟我们一般认知的主播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跟你关系还挺好 对 他算我半个前辈 在台湾就是说长期跑 因为他这一次出事的风波 就是他把自己自封为梁春姬 就是学着朝鲜第一女主播李春姬 要以那个敌人肝胆剧烈的嗓音报新闻 但是他却是在一个正规的播新闻的时段 他们的这个新闻主播还很严肃 在晚间新闻时段说 好 至于大选有些最新消息 我们立刻给我们的大选特派员某某某 你这此时都看不出有意 结果突然间水澜上那边 怎么一个人穿的韩服 就是李春姬博报 类似那样子的一个山寨的画面出来 然后他用台湾国语枪 再加上一点点韩文的那种语气 好 你不觉得我们有样板 当反面教材 就是说就像跟大陆观众怎么说呢 基本上就等于是在新闻联播当中 说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新闻 没错 就来出这么一段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台湾新闻这个怪像 开火了哈密达 不是南韩跟北韩打起来了哈密达 而是马菜之间已经开火了哈密达 看到了对手马英九自己来打 这样讲话很累的打 春季退假 我是大肠经的妹妹大肠头 老实讲我的这个道德边 道德观还是宽道都没边了 他要是平常这么弄一下 也就可以 我觉得台湾的就是这么玩闹嘛对吗 但是呢为什么现在台湾人民都不干了万炮其轰吗 这我估计主播大概也是要反正内部检讨 好像引得这个华世经理总经理要辞职是吧 对已经辞了 已经辞职了 已经辞职 这是你知道这华世是什么 华世是台湾的 就以前国民党的统治的年代 就国民党那个独裁年代 他全国只有三家电视台 这个华世就是其中一个 而且华世是有军方背景 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专业的老台 我们台很多人 吴小律 胡一虎都那来的 那也是个新闻界的军校那个概念 然后呢 这个台你想想看 大家预期你会做最专业的事 相当于美国CBS这样的一个台嘛 那没想到你今天弄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 而且你是比较道德上比较宽松 我也很宽松 但我美学上把的比较紧 我觉得品位太低了 哎呦 这品位烂到什么程度 而且是新闻中做这种事 是 我觉得是娱乐节目这么搞一搞 也有点不对 这个其实说明啊 这还是一个岛民呢 你知道吗 要叫我感觉啊 不是说对台湾人 可能我也有偏见啊 我老觉得地方有点小 地方有点小呢 他们平常啊 我就说过啊 我特别爱看台湾电视新闻 你知道吗 书婉都说 这有受众调查为证的 就是台湾人是看新闻 你刚才说那数据 对 因为之前曾经有调查 台湾的观众 看电视新闻的喜爱程度 高居 那个整个东亚区之冠 你知道因为台湾 拥有电视机的人口当中 很多人你问他 大概八九成呢 他每一天 他一定会看一下新闻频道 那如果说 常到台湾去玩的人都知道 你只要到任何的店家 特别是小吃店 那个电视都开着新闻频道啊 因为他的新闻啊 比娱乐节目 比娱乐节目还好看 还好看 我有时候在酒店晚上不睡觉 我就能一直看 你就觉得这帮人呢 非常有意思 他这个从早到晚 基本上把全台湾岛的交通事故 捋了个遍 哪跟大家碰了一下 个猫丢了 就去找 反正呢 没有国际新闻 没有 所以我为什么说啊 我说他是个小岛啊 他不太知道外边的事 对 你像咱们啊 给这个训练了这么多年了 咱们大体啊 能其实这叫一种人情世故 人与人之间 私人之间有人情世故 其实啊 就往往这个大的国际层面上啊 也有个人情世故 就是你得知道 这是人家国家死人的 而且是死一领袖啊 对吗 那么你在这么搞 会引起人们什么反应 你知道吗 这过去咱们平常讲的 什么政治觉悟啊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 可是我觉得这时代 还不只是伦理问题 这就是个bad taste 就你任何人 拿别人的死人来开玩笑 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你都会觉得 那个品位很低 比如说我举例 像美国这几天 也有很多人幸灾乐祸 对不对 说这个 因为美国那种共和党保守鹰派 很恨这个金正日嘛 对不对 然后就说 哎呀他下地狱了 怎么样 但是政客自己说这么话 他那些保守的电视台 比如说我那天 特别去看false news 他也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他会找评论员出来 可能骂他一通 但是正儿八经报 绝对不会这么恶搞 这个恶搞是 是很恶俗的 但你刚刚说这个地方小 我不太同意 你香港地方不小吗 就我觉得 反而从电视新闻啊 不讲报纸 电视新闻角度来讲 香港是个很小的地方 我觉得是这样 香港呢是有章法 有专业 香港的这个新闻呢 是英国的影响 是英国那边来的 所以你看台湾的新闻呢 我感觉是美国 不是他搞这种主播偶像化呀 是美国那个体制 你看BBC这边的体制 香港的新闻主播 是不是当名人伺候的 甚至就是个普通记者 你看你什么时候知道 香港才有什么 著名的新闻 也有了 后来也有一些美式影响 但是我觉得香港啊 我倒我挺佩服 我们香港的这方面 就是一直这种伦理底线 守得很稳 因为基本上来说吧 我觉得香港的新闻部啊 还是较为独立的 虽然近些年也未必啊 但是他基本上 他有这么一个操守 而且呢 我为什么 我是香港分的明白 分的清楚 你看台湾人 包括我们大陆人 我们其实更像 有点啊 这行跟那行啊 分不太清楚 你比如说 一新闻主播 他好像呢 也是个 也可以是个娱乐节目主持人 有时候 你知道吗 你看在香港啊 不是没有这个恶俗的啊 什么香港 但是他在娱乐版 狗仔队也什么 这些香港也疯狂 但是呢 香港的正经新闻节目 是很严肃的 对 他根本就不是一拨人 这根本不允许 是分开的 对 你个新闻部的 你搞什么这种综艺娱乐 搞这个 穿上一身韩服 这就不可能 但是你看台湾 好像可以这样 互相一言一言 是吗 对 但这个 这次的这个事情 这个梁春姬事件 这个事件者梁妈 我们都叫他梁妈 他不叫梁春姬是吗 对 他不叫梁春姬 他的名字 他只是姓梁 他就借用了 这么样的名字梁春姬 我自己实际 我们在台湾跑新闻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子 什么叫上梁不振 下梁歪 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在新闻战场上 我觉得佩服台湾的 很多新闻同业 战力非常够 但是呢 我们都觉得战场上 很多时候不是 并没有不会打仗的兵 而是有很多 不会带兵打仗的将军 其实台湾很多的 媒体问题是在这边 比如说台湾 这些媒体的建成 他们的老板 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新闻 对啊 我也觉得挺奇怪 他穿成这样 上新闻联播 他有监制 有领导吗 他就这样 而且刚才 刚才文道也讲 这竟然是发生在华市 你知道华市 当2000年之后 台湾的Cable TV 就是很多的 有线新闻台 起来了之后 你知道有线新闻台 在台湾 他们是一天 每一节整年 都有播新闻的 先跟凤凰资讯台 这样很像 老三台 我们早就传说中 我们嘴巴里面说 台式中式 华市是我们观念中的 老三台 大家新闻 是不会看这三台的 锁定不会看这三台 现在台式中式 已经民营化了 华市是公管集团 那你为了要增加 这个收视 用这样子的一个借口 但你拿的是官方的预算 在把关上 完全把学理 荡然无存 这大家是很批判 但现在呢 你现在我们打开 非逼 就是这个脸书 台湾的新闻圈 同业呢 这几天都在热论 这么样的一个话题 大家其实没有 落井下石的意思 是心痛 心里非常的难过 觉得这可能 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把多年来 大家对于媒体 过于媚俗 跟低俗化的这种问题 还有政府长期以来 不愿把心力 花在政策整治媒体 这一块上头呢 好好的一次 来做一个盘算 来做一个点算 我们也不能讲清算 我觉得这个 就是没办法 就是说 你要给这个 台湾的这种老百姓 他们原来说过 我听一虎就说过 说你要都报 凤凰这种新闻 给这个台湾的观众 那个新闻节目 可能就没什么收视率 这我有一点点 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很吊诡 就是很多时候 台湾的新闻 那些主管们就说 你一定要这样子 才有人家看 对不对 所以花仲群佛 搞得在正规新闻播报的时候 我们看到女主播 她可能要穿得很低胸 甚至还带了一个那边 闪来闪去的一个耳环 但她嘴巴里面却霸了 我们今天看到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你就觉得 这个两个很奇怪 你要吗 你就是明白告诉大家 我另辟一个 比较轻松类型的新闻 而不是说那种 政经八百新闻 但是在做过试调的时候 又很吊诡的发觉 台湾的民意 对于新闻媚俗化 已经感到厌烦 到底是谁在操纵收视率 台湾能够参考收视率的 就只有一家 就只有一家 什么盖洛普 那问题是 他们的很多民调 大家也开始作业质疑 所以我们在讨论 当没有了收视率 台湾的这些新闻频道 他到底要怎么去做节目 跟做新闻 凭什么我们觉得 因为观众爱看 这句话到底是 从哪里来约定俗成 有没有人去做一些 坚持去试试看 因为台湾的群众口味 竟然那么容易操纵 那就可以去做一个领头羊 爱看的事有很多 对吧 你让马英九脱光了看看 大家也都爱看 但是爱看 他不等于就能看 是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讲到朝鲜 我就说 神往往伴随着秘 就是很多事情 你不清楚 像是个秘密 你看说金城市消息 出来在全世界的媒体 才24小时之内 我又发现了很多足够讲十级的秘密文 但都未经证实 比如说我今天又看 有关朝鲜的消息都是 我已经证实 他去世 是不是在专列上 对 都提出这种 咱们先看看两个照片吧 今天这个发出来 我们 这就是金正恩 在瑞士念书 在瑞士念书 说他用的是这个画名 对 没错 他假装是一个朝鲜大使馆的一个官员的儿子 用他的名义去念书 就算同学们对他反应还挺好 咱们再看下边 下一张就是 这张照片被命名为寄予厚望 金正日 金正恩 然后现在这个传媒报道讲 朝鲜内部的一份宣传文件 已经说 这个金正恩是来自上天的英雄 伟人是天才中的天才 他已经被上天赋予了众多特殊才能 在信仰意志力和勇气方面 这个星球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你知道呢 之前像这一阵子来 网络上有很多讯息 就是说朝鲜的领导人 降世的时候都一定会伴随着天后的异象 对吧 金正日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传说 有这说法 现在又多了一个金正恩 所以就可以想见 就是说他们的统治接班的过程当中 英雄化还是非常重要 还有接班的正统性跟那种 好像就是连天也支持的这个立场 好像一定要确立的 他们很 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读过一本书 是一个教授 专门研究朝鲜问题的一个美国学者 当然美帝说的话 我们不能全信 那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朝鲜人被教育成有这样一种 特别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关于自己种族来源的信仰 他们自己被宣传为 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一种种族 是最神圣的一批人 而且他们把人类的起源 跟这个民族的诞生 是联系在一起 其实他们金刚山上头 曾经找到一些人类的骸骨 是数十万年前的 然后他们用这个来说明 那是他们的先祖 然后他们是很神秘的 不晓天上什么地方降下来的种族 那我们周口店那都是我们爷爷 但那个我们不会这么说 他们这么说 然后所以后来他们每一个领导人 都被说成是 又是种从跟天降义相有点关系 你比如说像金正日 他诞生在 本来我们一般的正史的说法 是一个难民营 说是在俄罗斯 对 但后来又说他们官方的说法 说是在金刚山附近 然后而且出生的时候 天上是两道彩虹 交叉而过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出现一个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 他们名义上是共产主义的 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党走的是共产主义党的路线 那这应该是个无神论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完全不计会这种 在我们传统共产党的信徒看来 是个封建迷信的东西 去包围 这就叫把这个共产主义理论 跟朝鲜什么具体实践相结合 他这个国家 有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 和民族有他的传统文化 有他的风俗习惯 他必须把两件事加起来 人民群众才能认可的舒服 因为的确要这样 要不然换你很多事说不通的 没错 比如说我举例像金正恩 他们现在官方也不忌讳 说他曾经在瑞士念书 然后说他的成绩非常好 对不对 然后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瑞士念书的时候 而且还是用化名出去念的 好 问题马上来了 你朝鲜人民出国那么不容易 怎么你就能够跑去瑞士念书呢 而且瑞士还那么贵 他念的还是个名校 所以你怎么就能这么去 你如果真的是讲 社会主义观念的国家的话 你人应该会计较这个 就是你某个领导员 一天到晚说自己多连接这个那个 结果儿子在外头开红色法拉利 那人家肯定骂嘛 对吧 可是我觉得恰恰因为这个国家 他的领导人这个家族 他这个金家这一家人 有这么一个神秘光环 强调他天才 天将大任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 你过去台湾是不是也有过 你看台湾现在走下神坛了 所以就闹成这都是市民 对吧 但是过去蒋家父子的时候 他也会有感觉是天将大任 对不对 会 不过我觉得在我生活的记忆上 我这一代已经算是比较平稳过活了 我们对于小蒋比较有概念 比较多 对蒋经国先生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 你知道吗 我们也差一点 我觉得几乎被制约 你就被教育就是 连在课堂我坐在教室里面 老师上课嘛 或是叫你再念课文 你只要讲到蒋介石 你就要这样 你就是明明念的 我都是念蒋中正 对对对对 我们都念蒋中正 不知道谁是蒋介石 对对对对 我们的中正先生 然后两个就 所有同学都 你念念念念念中正 就是这样立正 然后对对对对 而且我到中学的时候 还有君歌交唱比赛 你知道都要练 然后那时候我还参加演讲比赛 对不起哦 保密防蝶人人有责 你的演讲题目就 演讲题目保密防蝶人人有责 这个是很常见的 你今天整天跟蝶们都在一块 对我跟你讲 对对本来还拿讲 保密防蝶人人有责 然后而且呢 在你演讲的时候呢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两岸 真的是有一点奇迹 像我现在看到 很多内地小朋友 在演讲朗诵 我就觉得感觉很熟悉 我们小时候演讲比赛的时候嘛 对各位师长 各位老师什么的 各位就是那种调调 然后呢 我们也是啊 遥想那个伟大的领袖的时候 手一定要举起 脚一定要立正 然后再放下再继续讲 然后讲到蒋经国 然后手举起 然后再立正 可是你会觉得 那好像就是要这样 对好像就是要这样 对 你知道这就是啊 这个这个身体影响思维 动作影响思维 所以我觉得啊 我真的是觉得人 人你说人啊 一个人跟一个人 当然不同 但是另一方面看啊 我觉得人都很相似 所以我看到有些网上 好像是拿人家朝鲜人的 这个什么感情开玩笑 我都觉得 这都不通小人性 都是这样以前 都是这么 就是说 你看啊 不管我现在发现 不管什么地方的人 只要用一套类似的仪式 类似的方法 这方法没什么高智商的 现在看来啊 解剖起来很简单 你包括希特勒 为什么卡 他就这样 甚至我那天查考 希特勒的这个词识啊 是从古罗马来的 古罗马的时候 那些将军演讲 独裁者演讲也是用 法西斯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战俘 那么一套仪仗 你看这是人类啊 很久远以来发现的 这样一种 就是有一定的仪仗 有一定的动作 然后长期的重复 重复重复 最后你对于国父 好假的一说起来 有道理 是吧 你就会内化在你的 可是这一套东西啊 我真的觉得 现代史上面 当代史上面啊 是你们台湾跟大陆啊 是最受影响 香港没这事的 香港 比如说我很早我就说嘛 你们这个台湾大陆 在我们香港人看来 其实很早就已经统一了 根本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看香港是怎么回事 比如香港我们是殖民地 的时候被英国统治 但你说香港人 有没有接受过什么 女王啊 港渡教育 才没有 我们还拿来开玩笑 有个很经典的例子 是当年女王的妹妹 就伊丽莎白女王的妹妹 来香港访问 然后当时呢 他访问的时候 那香港这个英军啊 要有遗仗嘛 这个遗仗是让他横渡 这个维多利亚港 坐一条小船 然后两边呢 开这个礼炮 二十一响 结果后来第二天 香港的报纸 那还是明报 是大报 明门正报 标题居然是 这个炮兵 送这个黄妹 怎么样怎么样 打炮致敬 是这一类的 就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书碗就是催眠过的人 是吗 对 有过这个体会 是的 没错 而且 但是后来 我记得曾经有一本书 就是什么 那一年 不是追的女孩 也是在那边回忆 说想当年 对 但是呢 很多时候大家也有反思 就是台湾的政党轮替之后呢 对于一种核心的思想 渐渐的都开公开化 都随便都个人一致化的时候 反而真的会有一些乱象 比如说现在真的有很多舆论媒体上面的那个问题嘛 那有些人就想到说你说再看这次金正日 很多台湾有媒体同意原本是对于金正日朝鲜的情况 他们有些批判的文章 一天之后他们自己反思想想马上撤下来 他觉得说想到蒋经国当年 他那个灵灸也是这样子绕着 也是沿着一路大马路上 在送到瓷湖的时候 真的是夹道 我记得我爸妈说他们年纪那时候也不大 但是大家就不为什么那种哭 那种尊敬 真的是打从心里的 于是他们就在想 如果这个时候有外国不太理解这样文化的人来揶揄我们 他们也会非常生气 没错 那个时候好像马英九下跪啊 就是也是孝子贤衰一般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真是叫家国家天下 他很多时候跟死了老爹一样 你知道吗 我想其实所有经历过某种的这种极权和政权 大概都会这样